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五香茶叶蛋的做法 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鸡蛋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 大火煮开后再煮6分钟左右 鸡蛋煮好后我们把它们捞出后先过一下凉水 这样煮好的茶蛋会更容易脱皮 接着我们在盘中准备少许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干辣椒段和一把茶叶 鸡蛋晾凉后我们先把它们轻轻的敲出裂丸 这样煮的时候会更加入味 把鸡蛋敲出裂丸后放入锅中 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调料也倒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大概能没过鸡蛋就可以了 再加入一勺盐 少许葱段和姜片 再加入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用勺子把它们轻轻的翻拌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至开锅后转小火再煮40分钟 我们美味的五香茶叶蛋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的茶叶蛋咸香可口 非常的入味 用来做早餐也是很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一次多做一些 每次吃的时候直接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